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软件集装箱的部分 在上一节呢,是以传统这个海运的集装箱来说明它的特性 以及呢,它对这个经济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软件的集装箱 那在目前呢,Fasar的这个pattern,那么对于这个集装箱呢 有某种的接近的特性,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咯 在这个硬件方面,那么这个主板它本身就是一个IC的集装箱 就是里头装了很多IC的零件 它是典型的,系中有乱的一种设计品 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主板 它就可以在应用internet的网络 把它组合成这个网状的一个组合结构 它就是把所有的,透过这个internet 透过internet,把全世界的所有的主板 就是mutterboard,都把它插上了网线 mv,这个插上网线就变成叫internet ok,然后呢,就促成了今天internet的无线成长 至于在这个电脑的软件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设计出各式各样的软件的集装箱 那么来提供简单的she,然后封装这个繁荣 以及呢,促进多变 例如呢,在上一章里头所介绍的mediator的设计模式呢 就具有集装箱的特性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深刻的领会一下 什么叫做集装箱的特性 那集装箱的特性呢,我们先用xml来做个说明 第一个,它是单一的造型 什么叫做造型呢 就是,就像我们的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个原子 原子是单一的造型 就是所有的天下,所有的物质呢 都是由原子过程的 那原子呢,就分成三个元素 一个是中子 一个是直子 一个是电子 一个是电子 所以由三个要素所构成的 那么就是由直子 中子 构成原子核 然后有很多电子外边绕 那就是基本的 这叫做物质 自然界,物理界的一种形 一种物质的 过程的一个造型 一个造型 所以呢 单一的元素 就是单一的造型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xml的造型呢 就是只有两个元素 就xml的 元素 的这一个element 里头呢 有两个元素 一个叫做tag 一个 一个 一个叫做content 就是内容 叫做content ok 那 再来 这个简单组合 你看它的 插描是一个 书状结构 就是一个插描 然后呢 它会组成更大的 插描 然后 它是有很多小的插描组合的 还可以组合出更大的 所以呢 这叫做树状结构的组合 好 然后呢 表示天下所有的文件 都可以表示进去 ok 单一元素 然后呢 内容可以多变 然后简单的组合 ok 好 然后再来看这个facade呢 它也有单一的结构 只是它的结构呢 对内部呢 就像集装箱一样 并没有太多的规范 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 原子里头 对内部的要素 有它的规范 对内部的结构 有它的规范 那插描呢 对它内部也有规范 tag跟content ok 但是集装箱 对内部就没什么规范了 那么facade呢 比较也类似集装箱 它只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 接口 一致的接口 只是说 它对内部 并没有太多的规范 甚至呢 对内部的行也没规范 它只规范了接口 只规范了接口 那 它有它能够简单的组合 无限的复制 还装进天下所有的软件的模块 ok 所以它唯一的缺点 就是 对于这一个元素里头的 就是 这个facade造型呢 内部的元素呢 并没有去规范 ok 那相对的 高老师提出来的EIT 这个造型呢 里头有三个要素 EI跟T 类似原子的造型 有子子中子电子 ok 所以 那它之间的关系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所以呢 它这个facade呢 就是对于内部呢 就是 采取这个 一切开放的 一个做法 所以呢 它的组合呢 只能透过接口来做组合 因此呢 我们就 可以 看到facade 其实已经完几倍 有这个集装箱的 这个特性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不只能开放模块 还可以设计 这个facade的pattern 来装进 天下所有的软件模块跟类别 因此呢 这个 再加上 无限复制 所以呢 可以获利无穷 那信不信 有你咯 那么 这个facade的pattern 那么如何组合出 巨大的架构呢 那我们想一想 它其实是跟四合院很接近的 它是一个树状的组合 四合院的建筑是不断的应用树状的组合 规划出巨大的四合院的豪宅 你看 这个部分 这个每一个房子都有这个接口 都有接口 所以这叫interface 这个接口呢 可以讲叫做interface interface 那么interface呢 也衍生出来 还有叫做adapter 就是用来转变interface的这个结构 叫adapter 所以呢 这里有adapter或者interface 这里有adapter 这有adapter或者interface 这个房子也有 这个 然后呢 这个adapter或interface呢 它会把它汇集到 这一个统一的 就叫做 一致的 的interface 的interface 一致的interface 或者是adapter 或者是interface加adapter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称为facade 称为叫做facade ok 然后呢 这里也有interface 这里也有interface 或是adapter 这里也有interface 或这个adapter 这边也有interface 或adapter 这边也有interface 或adapter ok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facade 或者是interface 或者是interface adapter 所以又把这个 这些东西又把它 汇合汇合 汇合过来 因为这些都会有差异化 所以呢 把它包装 把它 变成一致的 这边又是 一致的 接口 或是adapter 那这个又称为 这个facade ok 又称为facade 就是这样子的 ok 那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组合 所以 简单的接口 包容了复杂的内涵 简单的接口 包容复杂的内涵 然后呢 可以素状结构 无线组合 所以呢 facade模式呢 就像一纸集装箱 也像一个 资合院 那内部容纳 多变化的东西 然后以简单的素状结构 来做无线的组合跟成长 然后维持呢 整体和谐的 这个持续 好 那我们这里也先 暂停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再从这里继续咯 谢谢